不久前 中国的经济学家毛鱼士在沈阳遭遇毛左杂场 最近的毛鱼士在长沙的演讲 再次遭到大批毛左宣战 毛左高喊毛鱼士是美国豢养的汉奸 但是当地警方并没有阻止毛左们的抗议行动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方面的报道 一向感言的毛鱼士是美国2012年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得主 毛鱼士接受长沙奥巴独书会的邀请 原定5月4号进行演讲 但是一些左派人士赶到长沙举行抗议 试图围堵演讲 这些毛左人士拉起横幅在市区聚集 并挥舞毛泽东画像和红旗 主办方不得不宣布取消原计划 临时改变地点 他们取了大标语游行 其实也就几十个人没多少人 围观的人有几百人在长沙 肯定有人在组织了 因为他要做标语啊 要召集人啊 从一个时间递解 有人说是他们花了钱 一小时三十块钱 对此自由派人士不满官方纵容左派人士集会 大陆律师陈有希表示 当局这是明显的选择性执法 毛鱼士4月25号在沈阳演讲时 就遭遇辽宁党史学会副秘书长王新年的杂场 之后毛鱼士只称有人在电话上对他骚扰并威胁 毛鱼士在2011年发表 把毛泽东还原成人一文 他在文中指出 毛泽东在位期间大约近饿死3000多万人 中共见证后 因政治原因死亡者达5000万人 这篇文章在网上引起巨大轰动 众多网友对毛鱼士的直言勇气表示钦佩 许多网站转载这篇文章 但毛鱼士也因此受到毛左派的记恨 把他列入所谓十大汉奸 大陆作家铁流表示 虽然毛派因薄熙来事件受到很大的打击 但他们现在又要蠢蠢欲动 不仅要在毛120岁生日时大告活动 而且还公开悼念江青 公然称呼江青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铁流指出 习近平走的是邓小平路线 当年正是邓小平一派搞掉江青一伙 搞掉毛泽东一派的毛远辛等 如果这些毛左的挑战超出了习近平的底线 习肯定要给他们颜色看 大陆作家清楚对毛左们说 如果他的文章哪里有不符事实的地方 欢迎执政 但那些人就是骂 荆楚指出 毛泽东给中国人带来的困难 庆竹难书 那些崇拜毛泽东的毛左不敢面对这些事实 84岁的毛于世表示 许多人因为对现实的贫富悬殊不满 而怀念毛泽东时代和他的思想 这是幼稚的 以为毛泽东能给大家带来好生活 完全错了 他指出 现在大陆迫切地需要 对毛泽东提出客观的评价 香港媒体指出毛左气线嚣张 一是因为习近平在中央和地方官员大洗牌过程中 对中共元老世家的照佛 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 山西省长李小鹏 广西苹果县副县长邓卓涕的晋升 显示红色世家全面崛起 二是习近平在公开场合 屡屡引用毛泽东的诗词语录 显示他对毛理念的认同推崇 中国历史学者张立凡向德国之声表示 中共新领导人上台后 我们听到的语言都是文革时代非常熟悉的语言 他们是远远落后时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